踢走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身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二芳 身害百年華滄桑的時間 麥兄 剛剛過了人民力量 在28、29 在烏溪沙搞這個訓練營 有些人說這些是集思會 人民力量 這是新聞主運動的訓練營 或者是一個起步 特別是那天兩天 差不多一百人 沒有九十幾個人 這樣大家就去一個努力震盪 透過努力 讓大家對於第一個民主的路向更清澈 第二 未來的發展更為專注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香港的新民主運動 我們就由烏溪沙開始 踏進一個里程碑 踏進新的里程碑 這個重要的 其實第二天有個分組的辯論 我負責其中一組 你也說了 也挺好笑的 因為每一位地區發展者都抽一個 就是每個人 都抽一個不同黨派 它代表一個不同黨派 就是大家互抽的 我發覺 就好像辯論會一樣 抽到民建聯那個 真是很入型入格 原來民建聯會很容易的 我看見做民建聯會真的很威異 原來拋幾道歪論出來 就可以很大聲的 就是主要用手掩著心就可以了 掩著良心就搞定了 我們都分了幾個隊 由民主黨 由人民力量 由新民黨 由民建聯 由自由黨 分別不同 最難扮演的是哪個黨 最難扮演新民黨 它面目模糊 你不知說什麼好 我發覺我們分了兩組 兩組的新民黨代表都沒有話說 因為它說我這樣做什麼好 反正我們覺得新的 你身材師兄弟相當不錯 那邊 挺好的 OK的 辯才也好 新力量 辯才無礙 口試辯級 OK的 另外 6月3日 原來很多網上的老友記 都叫人民力量 今年六四 人民力量的表情 搞新意思 怎麼做 那就好了 大家都談了 希望在6月3日 即是六四之前 人民力量自己自立一個隊 搞些事情 那就有什麼 因為新聞主運動 我們在營裡面啟發了 年年六四都去維園 整個二十年 換了少許 不如這樣 因為 當年八九民運 學生是採天開門的 坐正 包圍中南海的 我們來一次回憶 包圍中聯辦 6月3日晚上七點鐘 就開始了 八點鐘 我們就會起步 包圍中聯辦 怎樣包圍化 人鏈的包圍 人鏈的包圍他 是不是 我們如果 有沒有那麼多人 包圍一個中聯辦 也不少人 所以現在我們呼籲一下 呼籲大家去出席參加 真是難得的 六三那晚我們在中聯辦對面 包圍了之後 坐正在對面 等他睹眼睹鼻 直達天庭 裡面的人就會告訴他們 哇 我們被人包圍了 我們是被民主包圍了 我們就會坐在對面 坐過六四 因為屠城那天是6月4日晚凌晨 其實是6月3日 3日 11點多 一直打到6月4日 就是11點多 所以我們6月3日舉辦一個集會 其實都對的 時間都對的 我們到過六四 你呼籲大家 有什麼內容 那個集會 當然我們去回憶一下 當年 好像說有些影片 播一下影片 可能找人讀學生的孫言 好像有426的孫言 426的孫言 不是孫言 不是孫言 426的孫言 定性為這個學生運動 是一場暴亂 沒錯 我們找人學一下圓木 讀一下 當然我們不少找人 扮一下柴檸 說一下 學生孫言 好像高自聯的孫言 希望大家 香港朋友 很多人都忘記了六四這件事 真可憐 我覺得中國人很羨慌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這麼快忘記了 不行的 我們希望大家又回憶一下 實際上 吹雞了 我們呼籲一下 希望大家參與一下 多少點 我們請大家7點 7點半 到哪裡 西區警署 行人通道 我們坐滿行人通道 現在8點半起步 合法 合法 第一我們合法 第二 民主運動絕對沒問題 好 有一個最新的 最近 選舉委員會 無緣無故拋了一條 規管網上電台 就是說 他規管網上電台 要公平 要像其他傳媒一樣 譬如麥卿將來參選 譬如我們讀完 麥業成 麥卿如果有 麥卿同區那些 都要一起讀完 就是說 麥卿到時候有五六個人 我除了講完麥卿之外 我也要講陳大萬 黃小明 諸如此類 這個有一個問題 第一 網上 你自己用攝錄機 拍完這樣 傳上網都可以 對 Youtube算不算是 Youtube也是 也是網上 或者我自己在網上 我自己拍一段東西 放上去算不算是 都是網上 你怎麼管 還有 不關人事 不關候選人事 就是別人的支持者 幫你拍上去 或者有些人靠去 幫你拍 幫你拍 這招 他不是說你爆燈 他說你不公平 對 不公平 只是提你一個人 提你麥議員一個老人家的名字 其他那些 那些都沒有名字 然後 有可能靠去幫你擺 然後去報名 報名什麼 報名什麼 報名 報名 投訴 說你不公平 這招就讀了 我覺得現在政府沒有事情想 想起網上規管 又學一下我們的強國 強國 我們的祖國 這個外強中江的祖國 害怕到連網上也害怕 即將來會不會 墨業成三個字成為敏感詞 在香港的搜尋那些地方找不到 算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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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找不到 政府真的很嚴重 所以6月9日有個資訊會 還有這個資訊會 還有這個資訊會還搞事 偷偷地 不出聲不出聲 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是6月9日有個資訊會 在哪裡 在哪裡 好像也不清楚 好像是在灣仔廣灣道那邊 在灣仔廣灣道 好像在灣仔廣灣道 大家也不在意 也不在意 好像是你上去參考資訊會 其實也不在意 網上也沒有 網上也沒有 香港政府也沒有說 選舉委員會的網上也沒有 對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說過 不知道在哪裡說過 當你知道 當你知道 前兩天香港人網 召開武林大會 各界所有的網台 香港有百多個網台 我也不知道 有百多個網台 跟著其他討論區 高登討論區 也很厲害 香港討論區也很厲害 這些有關人事等等 香港人網上說 由小生召開武林大會 也呼籲大家 6月9日 迫爆這個資訊會 要了 還有要告訴他 你這樣規管 第一 是不是在會戰 資訊會 應該在會戰 對 你怎麼定義網台 你定義不了 你就很麻煩 現在我們在說 原來的伺服員是外國 那你告誰呢 你告 你告MyRadio 要是報告我們三個人 要是告外國的伺服員 供應商 如果真的法例通過了 被人扣害 可以的 我們這個節目 都打算做到十月多 麥兄 麥兄也是 十月如果有機會 你報名 你就不能做了 我們只是考慮當中 現在暫時不會 不要自己限制自己 對了 OK 6月9日 這個 這個 諮詢大會 請大家 迫爆他 我們都去 表示一下我們的意見 因為網上大家都要拿記 都喜歡聽網台的節目 甚於聽這個 幾個發牌的電台 和電視台 如果網台有限制 因為沒有生意投訴 沒有人看 都不是 我猜 由這次選舉 去把網台規管 這樣也規管 一個開始 一開始 要借一些意 網台有很多東西被人規管 遲些又 會不會說粗口呢 語言 可能要發牌 電視台規管不行 說粗口不行 不行 好像我們上商台做節目 原來有一疊子印 有些什麼不能說 那些不能說 很長 水射槍這麼長 水射槍這麼長 看都看不出來 就像我們做節目一樣 有時候說幾句粗口 不可以 發洩一下 電台就被人告 發洩 好了 我們都講了幾件事 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先講王興這個人 我們講講生日革命 革命已經成功了 武昌起義成功了 那我想就真是 說來講去我們 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 也是孫中山 孫中山其實都還沒有正式講 對新平 不過我想真的要講講 先講一些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慢慢主角出場 黃興和孫中山都是難兄難弟 兩個是很重要的人物 或者前卿又講講 黃興究竟有什麼 這麼厲害 這麼猛料 又可以跟孫中山齊名 上一次 謝卿就講了 徐錫倫 和秋瑾 和陳天華 這幾個人 其實這幾個人 都是長江流域的 省份的起義主持者 而黃興本身 亦都是湖南的人 湖南人 他也和湖北的革命黨人 有很密切的關係 黃興其實他自己本身 就在日本 就得到一個日本的朋友 叫做宮崎印藏這個友人 這個要讀得小心點 就是由他去介紹給孫中山先生 而當時孫中山先生 就因為在日本 這是第一次認識的 第一次認識 是1905年 對 1905年 這樣的關係 促成了後來同盟會的建立 同盟會建立之後 其實對孫中山先生最大支持的 同樣地都是黃興 為什麼呢 因為 難興難大 難興難大 因為同盟會成立之後 其實在初期來說 是有很多內訌 還有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有些歷史學家研究過 就是同盟會組成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包括是輕中會 華興會和光復會 而當時孫中山先生被選為領袖 其實基礎是不夠的 為什麼不夠呢 就是因為輕中會當時 在譚香山已經被當時的保皇黨融化了 就是輕中會裡面的重要人物 都全部慢慢轉為 就是馬氏主 是的 保皇黨的人 所以孫中山先生 在同盟會裡面的領導地位 其實是很靠其他盟友 包括黃興的支持 所以在辛亥革命的前夕 就是說民國建立之前 其實最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就是黃興 尤其是孫中山先生牽涉到一件 與捐款有關的事件上 其中同盟會裡面有一個重要人物 叫做圖成章 指插孫中山先生受賄 把這個錢拿到哪裡 而當時圖成章想聯合黃興 但是被黃興一口拒絕 這個對孫中山先生 作為同盟會的領袖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忙 其實呢 其實呢 我現在簡單介紹了黃興一個 就是革命 武昌以前的簡單生命 就是跟孫中山先生的關係 其實在這個 其實我們都 以前我們議題開始 孫中山和黃興 我們都標題叫做恩怨懲守 其實革命當初來講 其實革命當初來講 就是孫中山發動 那個時代背景 1895年開始 已經開始第一次革命了 不過是廣州不成功 死了六號東也死了 是的 他的朋友 最後開槍了 真的是動的 就是第一次為州之役 1900年 真的打了第一次為州之役 整個時代背景 1985年就是革命之戰 1900年就是八國聯軍之役 中環其實嚴格說黃興的出場 就是剛才講到 1903年 1903年就是真的開始搞革命 有革命的風潮 其實黃興他本身 是組織的華興會 是華興會 其實黃興在之前推特 其實黃興整個新平來講 他也是一個富家之大 做個秀才 他是一個秀才來的 是文人 原來他是 某個程度上 他也是 晚清八古文出身 傳統的科技出身 關入圍都考不到秀才 他一夜就考到 多厲害 其實他整個新平 前半段 就是由衞州至1900之前 整個革命 我想大家要理解 各父鼓吹革命 從香港開始 然後楊巨雲 一班人又買槍 買東西 他們說 老友去革命好 推翻滿征 老友去推翻滿征 孫中山其實在整個階段 就出了很多力量 我想他是長於一個 說服他 不能這麼說 招募 孫中山是一個 憑其三寸不爛口舌 去鼓吹革命 但是他真正沒有上過戰場 上過了 歷史上有一次是做鎮南關之爺 真是 名字挺威風 還說開炮 但是如果相比黃興 很多人說不是 黃興就真的是一個 真的喜歡大兵打仗 沒錯 因為他是一個 雖然是文人 他這個文人 是一個武將 但是他很喜歡練武 他喜歡打仗 跟軍人走得好 所以在三二九那場戰 我先不要說三二九 先說之前 因為三二九是最均烈 黃興基本上最激烈 就是三二九 然後就是楊夏之戰 就是武昌起義之後 武昌起義之後 武昌起義之後 他打了兩個月 這個真是一個大戰 整個革命大戰 他什麼時候成名呢 你整個黃興出場 1903年開始 是 他真的見孫中山 就是日本 日本見孫中山這個時候 就是1905年 正式第一次認孫中山 是 可能聽過孫中山很多次 在長沙 他也讀書 在武昌兩湖書院的時候 兩湖書院讀書院 都認識孫中山 認識革命風潮 因為孫中山 聽過名字 聽過名字 但他也是比較一個 就是 模糊 模糊一些 孫中山其實一開始是 1905年開始 已經鼓吹革命 然後孫中山很厲害 譬如說哥哥 整個農場都給你了 一千頭豬 一千頭馬 一千頭羊 都賣光了 其實孫中山的革命 基本上是最厲害的 去說服他人 是 第二就是 捐款 捐款救國 籌款 籌款 籌款是一萬人借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整個 在財政上 去想錢的人 是 也是因為這樣 就很容易被人擠濕了 就是被人說 喂 怎麼看孫中山 怎麼看孫中山 孫中山 問題是這裡 問題就是 2005年 整個革命 是一個低潮 因為除了 剛剛2005年 是同盟會 同盟會 其實是一個高潮 同盟會 2005年開始在日本 黃卿 經過介紹 有一群日本人 一群聖美 宋教人 一齊 還有江復會 張太炎 張太炎 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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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清平追殺得厲害 大家就在日本 孫中山就從美國回到日本 於是大家就在日本組織起來 是的 一於叫做同盟革命會 本來 不如掩人耳目就叫同盟會 算吧 是 叫做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 就是孫中山做總理 是的 和王卿做協理 副總理 其實會不會 那一次的組合 他都之間 孫中山可能未必有問題 因為他都抱著革命的領導者身份 是的 沒錯 有財政權 別人相信他捐錢給他 我相信孫中山的 如果國際知名 是他最重要的 國際知名 國際知名 又倫敦也懂 英文 是的 英文也好 黃卿呢 我想他會認識日文多些 黃卿就讀日本 讀日本 英文懂不懂 英文應該就不懂了 楊文就應該少一點 孫中山可以很少 對 孫中山做得多 幻想那些時候沒讀英文 是的 就是 白古文 整個會不會 他就是 變成國際知名度 他不夠孫中山 是的 孫中山正如講到的問題 他抱著那個會議 叫做卿中會 卿中會 卿中會是會長 是的 他拿著卿中會會長的身份 不過 人多 王卿會 有一個華興會人多 不過也有另一件事 如果通緝 其實是通緝孫生的 是個式女人 是個式她通緝她 所以她去到哪裡都不讓她入境 因為第一 美國被人拍了一張照 於是由誰叫孫生 第一次走到美國就被人拍了一張照 唐街被人拍了一張照 清廷又拿著一張照 通街找孫生 以前的視頻技術都不差 反過來 王興當時來說 他雖然參與過很多的戰役 但是沒有什麼被人通緝 張英雅明 他對於河內 去當時越南 孫生不可以入境 但是王興可以入境 孫生連香港也來不了 還敢捉來 王興是可以來的 他去到哪裡都被人敢捉 在日本 唯一日本就好 但當時日本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時候的問題就是日本是一個剛剛好 那個首相 我忘了名字是友鵬 不知道什麼 日本首相 剛剛下台 伊藤博文上台 1905幾年 應該是1905年上台 伊藤博文上台 伊藤博文上台 伊藤博文呢 所以他當時不太支持 驅逐不有出境 送錢給他走 送錢給你走 管你走就不好意思 送錢給你走 你革命的意思 只有無人派船費給你 要走 要搭船 然後鼓勵孫生先生 回去內地搞革命 給了一萬元 其他的一萬日元 其他的商人又給了五千元 於是一萬五千元 就在孫雄先生手上了 即是大家給你勞費 對 沒錯 當時沒有飛機 剛剛就是這一萬五千元 就出現了第一次的爭拗 張炳麟當時是主持《文部》 即《文部》是同盟會的刊物 他就說孫雄先生先生 你有錢你當然給我 於是孫先生說 好吧 我就給你錢 他給了多少錢 二千元 他給了二千元 於是張炳麟說 二千元不夠 我這麼多兄弟 張炳麟說不行 要一萬元 孫雄先生說 我一萬元 那我的錢怎麼搞 支持其他革命 所以在這裏有個爭拗 其實當時是一個賭孫朝 是 1909年賭孫朝 和第二次的賭孫 第一次賭孫 發生在1907年 1907年 3月4日 當時 這班 保皇 保皇派 張孝炎 張繼 屠成張 這班人 在潮州和惠州起義失敗之後 就叫孫雄先生 把錢再分割 是的 沒錯 那些漢價費 還有 那些錢去哪 那些錢去哪 你都不能拿出來 要求就罷免 罷免總理這個職務 當時都搞得很厲害了 不會成風雨 OK 或者我們下節 下節 有很多話說 下次再見 好